有娱乐 有教导 但有的故事 教我们 救命真理 您所观看的 专业的教导 教我们学习的故事 教我们 经历的教导 奉我们的主和救主 耶稣基督的名问候大家 你所能问的 最重要的问题 是什么 想一想 如果你有机会亲自见到耶稣 你会问他什么呢 我相信 你可以问的最重要的 问题是 如果有天堂的话 我怎么才能 进天堂 圣经上 使用了不同的 术语来表示天堂 我如何才能进上帝的国 我如何才能进天国 幸好有人 问过 耶稣这个问题 耶稣讲述过 这个问题 你愿意知道答案吗 在我告诉你耶稣的答案之前 让我跟你们分享 流行的迷思 是什么 在基督天堂这个问题上 人们普遍相信什么呢 埃及人的神话 因这幅画而闻名 这幅画描写使者被带到地下世界的神面前 在那种审判当中 有一家天平 一边是这个人的心 因为他们的神话 说好行为与坏行为 全在心中 另一边的配重物 是羽毛 成为真理的羽毛 你看 即使在神话当中 他们也信仰真理与生命 然后 根据哪一边更重 来决定 你是否能去天堂 如果你的心比羽毛更轻 那就意味着 你有资格进入天堂 如果心更重的话 我的天哪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 他会被扔到地上 被吃掉 那意味着 一个人的心 一旦被吃掉 灵魂就不复存在了 那是埃及人的神话 今天 如果你注意到 现代的人 不管你是否喜欢 都有这样一种意识 生命有一天 会受到审判 会有一架天平 来衡量 罪 与好行为的对比 我最近 问我的一个朋友 我有好几年 没有见到他了 我问 先生 你有没有达到一个程度 相信当你死的时候 你肯定会去天堂 他告诉我 是的 我说 为什么呢 他说 因为我对人好呀 他说 我相信我的好行为 会让我进天堂 我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我问他 那你的罪怎么办 我的这个朋友 他看着我 他保持沉默 因为他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他的罪怎么办 然后我问他 你是一个罪人吗 他很坦诚 我是一个罪人 我意识到他感到困惑 所以我的朋友 让我问你 那是你的概念吗 你相信在审判日 如果我平常行善 如果我遵行上帝的诫命 在某种程度上 他就会抵消我的罪 我就能进天堂 让我跟你们分享 我希望你们自己 能够看到 为什么这个问题 如此重要 很多人如此的相信 如果我是好人 再加上如果 我遵循实戒 我就会进入天堂得救 对其他人而言 如果我有信心 我必须有信心 但是我也必须有好人 我必须有好行为 然后我就能进天堂 对其他人而言 如果我对基督有信心 我就会有永生 我如何生活 已经不再重要了 但圣经是怎么说的呢 好 你会惊讶的 圣经说得非常清楚 你如何进入天堂 单单在基督里的信心 就等于得救 这会带来好的行为 我会通过耶稣所讲的一个奇妙的比喻 来解释这个 他成为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耶稣讲了四十个比喻 我希望你们看到 他如何解释明白 怎样才能去天堂的重要性 我们开始吧 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节 有一个律法师 起来试探耶稣说 夫子 我该做什么 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对他说 律法上写的是什么 你念的怎样呢 你们看 耶稣是一位大师级别的老师 他了解这位律法师 在路加马太马可福音的语境中 当你看到律法师这个词 他跟形式或者辩护律师 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种律法师是摩西律法方面的专家 所以他们就像宗教上的老师 所以这位律法师给耶稣提问 考验他 你看 耶稣知道这律师的心 他的动机是好的 他想要考验耶稣 而耶稣作为一名大师级的老师 明白这一点 但是他爱这人 他决定帮助这位律法师 耶稣是如何帮助这位律法师的 通过问他一个问题 这正是我想要教你们学习的 讲到教导圣经 当有人问你一个问题 你问他另外一个问题 是没毛病的 你看 律法师问他 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请注意这律法师的前提假设 我当做什么 换句话说 我能足够好吗 我应该有怎样的表现 才能承受永生呢 看看耶稣说了什么 耶稣回答 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 你念的又是什么呢 耶稣想要 这律法师探讨他自己的信仰体系 律法师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义 爱主你的神 并要爱你的灵 是一条真理 甚至是被使律保罗所重复的真理 我是什么意思 圣经是这样说的 像那不可奸淫 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 不可贪婪 或有别的诫命 都包在爱人如己 这一句话之内 爱是不加害于人的 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 换句话说 圣经的意思很简单 如果你真的要遵循律法 你可以简单的总结 如下 爱 以你全部的心灵魂 以心思意念来爱上帝 如果你留于实际 实际的前面部分 与上帝有关 实际接下来的部分 从第五条到第十条 讲的是爱你的灵舍 那是绝对正确的 这家伙相信 借着律法 他就可以进入天堂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全心爱上帝 你就会爱你的灵舍 如同爱你自己 唯一的问题是 有人能做到吗 然后律法师回答了耶稣 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礼 就对耶稣说 谁是我的灵舍呢 这里有一个词 想要显明他有礼 他对耶稣说 谁是我的灵舍呢 显明他有礼 这个词 来自这个法律词汇 Dekaito 这是讲到在上帝面前被宣告为义 想让他自己被称为义 他说 谁是我的灵舍 这律法师问的问题是什么呢 这律法师以为他可以爱上帝百分之百的爱 以他全部的心 以他全部的魂 以他全部的力量 你是否认识这样的人 他可以爱上帝 以他全部的魂 以他全部的能力 以他全部的力量 他的第二个问题 是他认为你可以爱上帝 而不完美的爱你的灵舍 他相信这样来爱上帝是可能的 以你全部的心魂 心思意念和灵来爱上帝 而不真正完全的爱你的灵舍 那就是他的心态 简而言之 这家伙是自意的 是自满的 在他心目中他足够好 好到足以进入天堂 他只是想弄清楚谁是我的灵舍 他现在想要限定爱你的灵舍是什么意思 是我的邻居 而不仅仅是我的朋友 我的家人吗 我爱他们 他想要限定这个概念 谁是我的灵舍 耶稣是一位大世纪的老师 在他帮助律法师明白他需要一位救主之前 他得向这位律法师显明 他的前提假设有什么错 他的前提假设有什么错呢 你看这位律法师 他相信他可以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上帝 所以你如果能够帮助某个自意的人呢 你如何能帮助某人进入天堂 让他觉得自己足够好可以进天堂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作为一位大世纪的老师 讲的这个比喻 我现在要给你们做一个快速的总结 讲明耶稣正在进行什么样的教导 在一个人如何进入天国的问题上 你应该看上下文直接相关的大的语境 如果你看整本圣经 总结一下怎样才能进入天堂 我称之为得救的ABC A你必须承认你是一个罪人 你需要谦卑B 你必须相信只能靠着恩典 你必须相信耶稣爱你 并且为你死在这架上 C是什么 你需要呼求耶稣 你需要支取他的应许ABC 让我们看看如何在耶稣的比喻中得到解释 我会很快给你们讲两个耶稣的比喻 首先是在对这位律法师的回应里面 你必须明白比喻的上下文 不要只看这个比喻本身 你应该看到这个比喻是对律法师这个问题的 回答我怎样才能进入天国 是通过遵守以下的命令吗 是尽心尽心尽力爱人如己吗 耶稣本可以说不是这样的 但是你看耶稣想要这人自己发现 他自己的前提假设有什么错 所以他讲了这个奇妙的故事 路教平十章三十节 耶稣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 落在强盗手中 他们剥去他的衣裳 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 这是一个奇妙的故事 是人们能够带入的 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 耶路撒冷在海平面两千多英尺以上 耶利哥在海平面以下 一千两百英尺 现在你们可以看到 耶路撒冷和耶利哥两地之间的高差 那是一段长长的下坡路 五十七英里蜿蜒下行 那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这个正在下耶利哥直到二十一世纪 这条公路都是著名的血腥公路 人们知道这是一条非常危险的路 现在耶稣开始讲故事说 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 落在强盗手中 他们剥了他的衣裳 换句话说 他们抢走了一切 他们打伤了他 语法上说他们不断地打他 他们走了 留下他半死不活 这个人基本上不能动了 他如此虚弱 他被打了 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 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 又有一个立位人来到这地方 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 现在如果你听见这话 你会怎么想 这里有个人半死不活的 如果有人应该爱这个人的话 那就应该是祭司或者立位人 立位人是什么人 立位人也是宗教人士 他们跟祭司一样在圣殿中服侍 立位人帮助祭司 所以立位人和祭司代表宗教人士 他们应该了解上帝的爱 应该了解要爱你的灵舍 如果说有谁在听从上帝上是合格的 在爱上帝爱人上是合格的 那就应该是祭司或立位人 但是你知道吗 他们并没有做到 祭司或立位人为何没有做到呢 表面上看他们可以给出各种借口 那里很危险 强盗们可能仍然在那里 我约了人 我得服侍 有人要结婚 我得去主持婚礼 我没有时间 也许他能够使用一个宗教上的理由 祭司不应该接触死人 因为那样他就会不洁净了 或者祭司立位人可以这样说 我刚刚结束服侍 我的妻子和我的儿女们正在等我 或者祭司立位人可以这样说 有别人会来的 或者无论相信与否 祭司或立位人可以说 我得侍奉上帝 因为我得侍奉上帝 我没有时间帮助这个人 无论理由是什么 我都称之为表面的原因 你想要知道根本的原因吗 根本的问题是 这祭司或者立位人 没有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上帝 如果你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上帝 你就会爱你的灵舍 但是他们做不到这一点 现在我想要你注意到某些事情 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 看见他就动了慈心 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山处 包裹好了 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 带到店里去照应他 我希望大家注意 所以耶稣引入了一个人物 一位撒玛利亚人 撒玛利亚人是什么人 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合不来 你会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看到 撒玛利亚的夫人对他说 你既是犹太人 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呢 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 你是否意识到你能给一个犹太人最大的羞书 是称他为撒玛利亚人吗 他们相互不喜欢 请注意在约翰福音第八章 犹太人回答说 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 并且是鬼父的这话不正对吗 他们在骂耶稣说你是一个撒玛利亚人 我们从这个奇妙的比喻中能够学到什么 你们会注意到这个撒玛利亚人 他做了什么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 他感到同情 行动中有爱 你想知道什么是真爱吗 耶稣是这样说的 你想要达到我的标准吗 我想要向你们写明 全心爱上帝和彼此相爱是什么意思 请留意着好撒玛利亚人所做的 他包扎了伤口 你如何给某人包扎呢 这人没有衣服了 那意味着他可能撕毁了他自己的衣服 他不得不撕毁了他的衣服 来包扎这个人 倒油和酒 请注意 油和酒 这些是珍贵的东西 撒玛利亚人 撒玛利亚人将他们倒在伤口上 现在 你我知道葡萄酒当中有酒精 所以它是防腐剂 油是抗菌的 所以他又注意是伤口愈合 不仅如此 他扶他上了自己的衣服 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衣服 但很有可能是一头驴 那意味着撒玛利亚人自己得走路 因为那人已经被放到驴子上了 因为那人被放到牲口上 所以他自己不得不走路 不方便了 带到店里去照应他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人是如何的尽心竭力 他原本不打算去住店的 但是他为什么要去住店 是为着那个可怜的人 那个被打得半死的人 这个撒玛利亚人不仅将他带到客栈 并且照看他 他照料了这个受伤的人多久呢 如果他试着给他东西吃 给他东西喝的 我不会感到惊讶的 多久 整晚 我为什么说整晚 你看下一节经文 第二天他拿出二千银子来叫给店主说 你姐照应他 此外所费用的 我回来必还你 你知道吗 第二天他带了一整晚 他拿出了两个银币 这人很慷慨 为什么 一个银币是一天的工钱 有资料写明 有资料写明 在那个时候 客栈的通常价格是一个银币的三分 三十二分之一 那意味着他为这个人的住店 提供了多达两个月的房费 但无论如何 他是慷慨的 这个人令人惊讶 他告诉店家 你且照应他 此外所费用的 我回来必还你 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他愿意承担一切风险来救这个人 你知不知道他有可能会被敲诈 你且照应他 此外所费用的 我回来必还你亲自担保 那是无条件的爱 女士们 先生们 真的有可能像那样的爱某个人吗 耶稣在说什么 所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爱 让我来总结这种上帝所谈论的爱 他不是情绪 他不是头脑中的 他是行动 这是一种牺牲 这个撒玛利亚人冒着生命的危险 他可能让自己招抢 他做了某些事情 代价高昂 酒油 不方便 不得不走路 而那个人却在 骑驴 太奢侈了 非常慷慨 很奢侈 更重要的是 那是无条件的 这是针对一个敌人 一个撒玛利亚人 和一个犹太人的对比 最后 这是超自然的 为什么 因为真相是 没有人能够持续的 有这种爱 一个人怎么可能一直百分之百的爱上帝呢 一个人怎么可能一直完美的爱别人呢 这个比喻是写明 要像这样去爱 是不可能的 这里是关键所在 现在耶稣 开始反问 这一位律法师了 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灵舍呢 这律法师甚至可能连撒玛利亚的名字都念不出来 律法师说是怜悯他的 耶稣说 你去照样行吧 到这里 我们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因为故事突然到这里终止了 你们认为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你知道如果我是那律法师 并且我听见了对我的要求是什么 耶稣是一位大师级的老师 现在他扭转了这个问题 他不是说 谁是我的灵舍 缩小我的责任范围 耶稣将这个问题改成 你是灵舍吗 换句话说 对于你所看见的任何需要帮助的人 你能成为他的灵舍吗 弟兄们姊妹们 这就是上帝的标准 彼此相爱是什么意思 请看耶稣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二十八节中所说的 我跟你们说 如果你想知道上帝的标准 律法中讲到 爱你的仇敌 哇哦 爱你的仇敌 这正是耶稣所说的 要善待那些恨你的人 你看爱不是被动的 要善待那些恨你的人 要祝福那些咒诅你的人 我的天啊 你能做到吗 请为那些虐待你的人祈祷 你知道耶稣说什么吗 耶稣在说 如果你想知道进入天堂要符合什么样的要求 根据上帝的标准 你要遵守他的律法 你的百分之百的爱上帝 并且要彼此相爱 圣经非常强调这一点 人若说我爱神 却恨他的弟兄 就是说谎话的 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 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 耶稣所说的是 祭司和立位人之所以没有帮助那位灵舍 是因为 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 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 爱神的也当爱弟兄 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 在耶稣看来 我们根本的问题是 我们不能尽心尽心尽力爱我们的神 我的朋友 那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并不真正爱上帝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难以爱我们的灵舍 你们看这两个人 祭司和立位人代表犹太人的宗教势力 他们以为他们爱上帝 以为他们爱人如己 真相是他们不爱上帝 他们也不爱他人 这两个人在符合永生的要求上 根本就不合格 耶稣想要写明这位律法师 在鼠灵上有多么破产 有多么的不足 宗教人士就像他那样 这律法师以为自己全心爱上帝 但其实他没有做到 律法师认为可以将爱上帝 同爱灵舍分开来 这是另外一个错误 你做不到的 这位律法师从来没有意识到 爱你的灵舍 还包括那爱那不可爱的 包括爱你一路上遇见的任何人 好 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不是要让人因为没有把他们的钱 给穷人而感到有罪 尽管给穷人钱是好的 但这个故事不是要让人自敢有罪 因为没有照顾那些正在受苦的人 照顾受苦的人是好的 这个故事是为了让人知罪 让他们感到内疚 因为没有完美的爱上帝 因为没有完美的爱上帝 所以现在你要奔向那一位 唯有他能够提供赦罪 赦免我们未能遵行上帝的律法 你会注意到许多人 错误的应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他们以为这故事的目的 是所以他们要建医院 建政所去帮助穷人 是的我们应该这样做 但那不是这比喻的用意 这比喻的用意是向我们写明 我们在属灵上是破产的 我们无法做到像好撒玛利亚人那样 因为只有一个好撒玛利亚人达到了资格 那就是耶稣 没有人能够行撒玛利亚人所行的 你知道为什么 没有上帝是不可能爱那不可爱的 记住这个比喻是教导我们 我们不能做上帝想要我们做的 我们没有能力遵行上帝的旨意 就是全心爱上帝并且彼此相爱 我们不仅做不当 我们没有能力说到底 我们永远也不能完美的遵行上帝的律法 所以这个比喻促使我们屈膝 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承认 主啊我排第一的罪是 我爱你不够 我没有全心来爱你 我的朋友那是我们排第一位的罪 我们没有全心的爱上帝 因此我们也不爱我们的灵手 所以你如何进入天国 ABC A你需要谦卑 承认你是一个罪人 承认我们是罪人 承认我们没有能力遵行上帝的律法 这位律法师需要看到这一点 我做不到耶稣 我意识到我不够爱上帝 我意识到我爱的灵手不够 我意识到我永远做不到始终百分之百的来爱上帝 承认吧 什么是必 你必须相信 唯有耶稣能够救我们 我们必须相信唯有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 唯有他是完美的撒玛利亚人 耶稣就是那好撒玛利亚人 他做了以上所有的事 他下来拯救了像我们这样的罪人 他自己付上的昂贵的代价 无条件的奢侈的 相信耶稣是唯一能够拯救我们的人 C呼求耶稣 我是什么意思 你必须承认 你知道圣经讲得非常清楚 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 只在一条上跌倒 他就犯了重条 你是否意识到 除非你承认 你是一个罪人 否则你达不到上帝的标准 那么你怎能进入天国呢 从谦卑开始 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圣经非常清楚 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 只在一条上跌倒 你能想象吗 只要犯一条 你就犯了重条 圣经告诉我们 为什么守律法不能让我们进天堂 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 乃是因信耶稣基督 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 圣经在说什么 圣经说得非常清楚 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 你永远无法通过遵守律法 而在上帝面前称义 但是可以通过什么 信靠基督耶稣 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 是我们因信基督而称义 不因行律法称义 圣经讲得非常清楚 A承认我们是罪人 承认我们不能够凭着守律法 而去天堂 相信耶稣是唯一的道路 请看他所说的 因为凡有血气的 没有义人因行律法而称义 你必须相信 唯有耶稣能够救我们 因为唯有他能够达到上帝的标准 请注意 罗马书第三章告诉我们 设立律法的目的 律法的目的 从来不是为了拯救我们 其用意是为了向我们写明上帝的圣洁 上帝的标准和我们的罪性 为何我们需要他才能达到他的标准呢 我是什么意思 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 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 好塞住个人的口 叫普世的人都服在上帝审判之下 律法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对上帝交账 这里说好塞住个人的口 这是说你一旦明白了上帝律法 你就无可推诿了 好塞住个人的口 用塔嘎罗来说是 不再辩护不再解释 你就是有罪 你牙口无言 叫普世的人都服在上帝审判之下 所以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阴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倡议 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律法的目的是向我们写明 我们是有罪的 我们没有能力遵行律法 即使这样哪里能夸口呢 没有可夸的了 用何法没有的呢 是用立功之法吗 不是乃用信主之法 因为我们看定了 人称义是因着信 不在乎遵行律法 让我重复 我们怎样才能进天堂 A B C 首先 要承认我们是罪人 承认我们没有能力 达到上帝的标准 相信 唯有耶稣能够拯救 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 并且要呼求耶稣 我会为你们 我会为你们 闪明这三条原则 如下 你们许多人熟悉税利的故事 你如何在税利和法利山的比喻中 看见A B C的法则 让我们一起读 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 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比喻的背景 它跟自义有关系 A B C A 承认你是个罪人 问题是这些人不承认自己是罪人 他们仗着自己是义人 现在 你我知道那不是通往天堂的路 因为圣经很清楚 没有人是公义的 但是因着交 因着属灵上的交 我们觉得我们能够听从上帝 特别是宗教人士 这就是问题 请注意耶稣的故事 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 一个是法利塞人 一个是税利 法利塞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 上帝啊我感谢你 我不向别人勒索 不义奸淫 也不向这个税利 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 凡我所得的 我的捐赏十分之一 你看到了吗 承认你是个罪人 也有法利塞人对立面做出了表 法利塞人不承认他们是罪人 法利塞人是自义的 他们看自己足够好 认为自己是公义的 他们蔑视别人 这些人很骄傲 他在将自己 其他人相比较 他并不明白上帝圣洁 上帝的标准 他充满着骄傲 当你将自己 和其他人相比较 你可能看起来更好 但那不是通往天堂的途径 你得谦卑你自己要承认 请注意这个税利 圣卿告诉我们 这税利谦卑自己 那税利圆圆的站着 连举目望天也不敢 只是 垂着胸说 上帝啊 堪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祂祈求上帝主啊 堪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 你必须明白上 圣殿的人的历史背景 当你去圣殿时 你陷上动物为继 你相信可以通过上帝 得到赦罪 但他没有就此止步 他不仅相信 他还呼求主 主啊堪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耶稣的应许是什么 我告诉你们 这人回家去 道比那法利塞人 更算为义了 法利塞人是宗教人士 你有没有意识到 宗教人士进天国 是很难的 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足够好 宗教人士问题 他们行善事 他们祷告 然后他们觉得自己足够好了 他们依靠自己的意 但是好 撒玛利安的比喻 清楚的告诉我们 我们永远达不到上帝圣洁的标准 达不到上帝对于爱的标准 达不到上帝的要求 在耶稣 在耶稣定十字架的故事中 你如何看ABC的救恩的理念 有两个罪犯 有两个罪犯 一个在嘲笑耶稣 在取笑他 另一个愿意谦卑他自己 请注意 请注意他所说的 另一个谦卑自己的罪犯说 我们受刑是应该的 因我们所受的 与我们所做的相冲 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 你们注意到了吗 其中一个罪犯 他自己承认 我们受刑是应该的 因我们所受的 与我们所做的相冲 我是有罪的 但是他也相信耶稣 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 请注意在第42节 我喜欢第42节 他就说 耶稣啊 你德国降临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这人相信耶稣是即将到来的君王 他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 他说主啊 求你纪念我 他呼求耶稣 你德国降临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耶稣是怎么跟他说的 我实在告诉你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耶稣给了他进入天堂的保障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这里有得救的ABC法则 在《十读行传》第16章31节 讲到怎样才能够去天堂 你要谦卑你自己 要呼求耶稣 这是菲利比禁足的故事 菲利比的禁足 看见所发生的一切神迹之后 转向使徒保罗说 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你注意到那个问题了吗 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我当怎样行才可以进天堂 答案是什么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 答案是什么 这是得救的ABC 承认你是个罪人 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跟你所做的 相信为了他能够救你 还有C呼求他 Colong him 知取他赦罪的应许 知取他拯救的应许 奇妙的应许 罗马书10章13节 因为凡求告主明的就必得救 你们看要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上帝 并且要爱人如己 首先就要接受他的爱 你不会接受他的爱 直到你承认 你完全没有能力去爱他 不仅没有能力爱他 你实际上根本就不爱他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了我们 你有没有经历主的爱 今天我想要给你一个机会 重要的是你要明白 全心爱上帝 并爱人如己 始于接受他的爱 一旦你接受了上帝无条件的爱 你就能够缓慢而确定的爱他 你会学习尽心尽心尽意的爱他 然后确定无疑的缓慢的确定的 你会学着爱你的灵舍 要爱上帝爱你的灵舍 始于接受他的爱 我们无法靠自己做到这一点 你是否会全心爱上帝 你能爱你的灵舍吗 朋友们 基督信仰不是那么复杂的 我们得拯救是为了去服事 靠恩得救 因着上帝无条件的爱而得救 但是一旦你有了耶稣 你就受命要爱他 并要彼此相爱 爱你的灵舍是一条命令 但是那条命令 唯有当你有耶稣在你心中 才有可能 所以你们中那些有耶稣的人 你需要停止给你自己 不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找借口 你没有借口 但是要与上帝想要你去爱的方式 来爱人 但是对于那些从未经历过上帝之爱的人 我想要你在你的生命中应用ABC法则 当我快结束讲道时 我要你们记住 你如何进入天堂 对于多数人而言 他们认为如果我行善 如果我有足够顺服 但我的罪将会得到补偿 你能告诉我吗 如果你看天平 这是你必须考虑的 这些是我的罪 他们是沉重的 讲道善行 赞美上帝 那不是我的善行 而是耶稣的善行 因着耶稣 所有这一切都不算什么 我所有的罪都被偿覆了 因着耶稣所做的功 耶稣的生命 足以偿覆我们所有的罪 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明白 当上帝有一天审判你时 他并不使用你的善行作为基础 他使用基督的生命 他如何爱你 你怎样 他怎样为你死 他如何为你所有的罪付上了代价 但是你一旦经历了设罪 我们就有职责全心爱上帝 并爱人如己 请记住 上帝永远不会赐给我们一条命令 而不透过福音 赐给我们遵行这命令的能力 我们得救是为了遵行 我祈祷你会继续你对上帝的爱 和我们 你们彼此之间的爱上继续成长 只要记住 不管有多顺服 不管有多少善行 都不够好 我们需要耶稣 脱往天堂的路 从来不是经由遵从律法或者善行 为什么 因为你永远都不会足够好 你得承认你不够好 你得谦卑你自己并说 主我是一个罪人 我想爱你 但我爱你不够 然后你来信耶稣 承认你是罪人 相信耶稣爱你 他为你而死 并呼求他 今天我想要给你一个机会 来向耶稣呼求 这样你就能确定 当你死的时候 你会去天堂 还记得吗 我们是从问这个问题开始 我如何能够进入天国 我如何能够进入天堂 你现在知道答案了吗 如何进入天堂 A B C 承认你是一个罪人 相信耶稣爱你 他为你而死 并呼求他成为你的主和救主 让我们一起祷告 如果你想确定你能去天堂 请与我一起做这个祷告 主耶稣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我承认我不能救我自己 我相信你为了偿破我的罪 而死在十字架上 我相信你是唯一能够赦免我 赐我救恩的那一位 主我今天像税吏 像十字架上的罪犯一样 呼求你 呼求你 我呼求你耶稣 请来到我的生命中 成为我的救主 做我的主 谢谢你耶稣 谢谢你拯救我 我们祈祷都是奉 耶稣致命 阿们 如果这对你是一种祝福 我希望你们来同我们聊天 让我们知道你今天的决定 你祷告接受耶稣 让我们知道 如果你需要更多的辅导 我们会很乐意来同你交谈 这可能是你生命中的转折点 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 当你问耶稣 当你呼求他成为你的主和你的救主 一会儿我们会有快速问答 在那之后 我们会有共讨论的问题 请加入我们 愿上帝祝福你 主日快行道 各位好 CTF的家人们 我是来自ELEVATE Main團的保罗 今天我们在这里同彼得牧师 一直在进行快速问答 你好彼得牧师 嗨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 做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 但不做基督的信徒 是否也足以上天堂 这个问题问得好 问题是这样的 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是我们本分 帮助我们临舍是我们本分 问题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怎么办 我们需要饶暑 这样的想法通过做好事 但是我的罪恶就会被消除 不是这样的 即使在我们的刑法系统中 如果你不能够杀了某个人 就告诉我 现在我要做好人 因为行善是我们的本分 所以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是非常好的 但永远都不够好 其次 没有人能够像耶稣所教导我们那样 成为那么好的撒玛利亚人 所以你需要设罪 而这只能来自耶稣基督 他才是那完美的撒玛利亚人 谢谢你彼得牧师 我们第二个问题 我们如何测试我们自己 以便知道我们真的全心爱上帝 圣经讲得非常清楚 他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全心爱上帝 我们就会彼此相爱 所以对于爱上帝的测试 真的是同彼此相爱相连的 耶稣将两条诫命联系在一起 最大的诫命 全心爱上帝 第二条语 第一条相连彼此相爱 如果你说你爱上帝 但你不爱你的灵舍 那意味着你不爱上帝 这是让我感到悲哀的事情 很多基督徒认为他们爱上帝 但他们并不彼此相爱 他们疏远人 为什么 答案 你不够爱上帝 如果你全心爱上帝 你就会爱你的灵舍 阿们 牧师我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先学习如何爱上帝 然后我们才能够爱他人 彼得牧师另外一个问题 许多人将这句话 你们要爱人如己 解读成 在爱他人之前要先爱你自己 你能重新其含义吗 这里的含义非常简单 我们天生爱自己 因为你爱自己 上帝现在说你想要怎样被对待 就要怎样对待他人 这样的想法 我需要先爱我自己 然后才能爱他人 这是对现实真理的错误应用 我们天生就爱我们自己 实际上我们太爱我们自己了 以致我们糟蹋了这种爱 因为我们不知道真爱 也要做艰难的事情 有时候你需要对你自己说不 如果你真的爱你自己 你需要说不 你知道你不可宠坏人 所以我们最后的一个问题 爱灵用手是不是也涉及爱我们的敌人 如果是的 现实的讲很难爱我们的敌人 我们如何切实的爱他们 这又是误解了什么是真爱 因为真爱超越情感 真爱是致力于寻求最高的益处 情感会来来去去 比方说当耶稣命令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 你怎么能够有这种情感 像你对你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的情感呢 但是当你明白爱你的仇敌是什么意思 这是致力于寻求他们的益处 这种成熟度这种理解爱超越情感 爱是一种尾声 爱是出于意志的行动 要听从上帝并向难以去爱的人行善 你就要像这样的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 我向你保证在这个过程中 当你向这些人行善 当你为他们祈祷既之以来 会有情感 我在我生命中有经历 我难以去爱的人 我不断的尽力去做 最终情感会既之而来 谢谢你回答我们的问题 彼得牧师 本周日的快问快答就到这里 提升之月快乐 愿上帝祝福大家 这里有一些问题 我希望你们能够同你的家人小组 同你正在帮助的人一起探讨 一按一到十分来衡量 十分是百分之百的确定 你有多大的把握能够去天堂 为什么 不管你的答案是什么 我想要你问你自己 为什么 第二个问题 真的有可能确定吗 为什么 如何做 第三个问题 在爱上帝和你的灵舍上 如何成长 特别是对那些不可爱的人 你如何在这上面成长 如何操练 如果averocalypse Безд 마무�比出来 祝福 hurricanes 祝福我们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你 各位 Glaz доп 1939 CCF Satellite near you, log on to www.ccf.org.ph slash satellites. We also want to encourage you to join a small discipleship group where you can deepen your knowledge and love for Jesus and others. To sign up, log on to www.ccf.org.ph slash discipleship group. All of CCF's video resources are available free of charge and are constantly being improved by our team. Would you consider supporting CCF through prayer and giving so more people can be blessed? You can give securely through our website at www.ccf.org.ph slash give. For more videos like this,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Thanks and God bless.